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书籍是知识的承载者 也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 时代的巨轮不断前进 而书籍为我们留住了历史的痕迹 没错 那么本地就有一位藏书人 他与书结缘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收藏了十万多本华文的书籍 当中还包括了大批早期的教科书 那这些华文教材不只是记录了本地华社 在社会语言和文化的转变 还记录了教学大纲和教育系统的改变 全新系列《岁月藏家》 今天请来这位藏书人 为大家翻开他的教科书 追溯百年历史探寻社会变迁 我的一生中有影响我 最深刻的就是书本 我当时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假设你通过书本看了以后 你会自己改变了你的做人的道理 人生观 对世界的看法 走进坐落在百圣楼的这家华文书店 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书香气息 在堆积如山的书籍之中 看到一位老先生的身影 他就是书店的创办人 83岁的杨善才 1958年 林友福政府颁布禁令 禁止53家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版社的书籍出口到本地 本地存货也被禁售 让当时年仅20岁 在书店工作的杨善才 猛声收藏华文书籍的念头 当时的政府以为这个东西 都以为害到我家的人民意识 所有的书店 书藏 图书馆 都不能够拥有这个书 很可惜 不然一夜之间 就消失了以后 就造成新加坡的一个书荒 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那时代史相多的这些好的书 年代最久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新加坡当时社会 我们的学校组的一个课本 是1915年的 叫做文化要劣 杨老先生所收藏的 超过十万本华文书籍中 有一千多册是教科书 涵盖年份从1928年到1980年 展现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演变 那大致上1949年之前 本地的华校多数是用 跟中国学校用的一样的教科书 那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 它部分的教科书有经过修订 加入了一些少许关于南洋 也就是现今的东南亚方面的一些篇章 那就出了一些所谓南洋版的教科书 那这些南洋版的教科书呢 就是被当时在东南亚一带的华校使用 比方说它就有一篇文章叫做《茂雾植物园》 这篇文章里面呢就有提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方面的 植物园的信息在里面 它的封面也好 这个内容也好 稍微做一些提醒 就是要适合于南洋的东西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比如说野树 香蕉 这些东西都是象征着南洋 那些都是一个地标的形式 所以很多都是轮到着这个南洋的故事 马来亚的故事 新加坡的故事 到了1950年代 本地教育者为想一脉象自制独立的政治号召 提出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建议 教科书开始加入了较多有关新马方面的内容 比方说有一套有本地出版商 就是那个南洋书局 在1961年出版有一套叫《新华文学》 它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翻译文学 中华文学这些篇章 它还有一些篇章是比较富有本地色彩 叫做《马华文学》 当然是介绍就是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 一些人物介绍 风土民情 民生古籍等等之类 所以学生读了过后 他们当然会对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杨老先生的教科书收藏中 也能看到独立后 我国教育政策的改变 和对汉字使用的规范 像是三四年代中国出版的 那当地的华校有用的 比较明显的是说 他们那时是用繁体字 是我们独立过后 像有一个教育出版 设出的一个小学华文教材 它这个就很明显 它推广的是简体字 那么他们的推广的 也学习的也是汉语拼音 深圳的编辑这个东西 是应该从1965年开始吧 新农党上台了以后 全面改革 就必须要用人土的文化的东西 才不介绍香港 或者是包括大陆的东西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采用新加坡的课程标准了 而且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小学华文教材 它这个概念比较新型 就是它不单单只有教科书 它也不单单只依照 说有一个教学大根来编写 它还包括利用一些 比较多样化的教学媒体 像是句卡 字卡 图片这些 来教导学生华文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新加坡这个华文教学法 也是一直在不停地进步跟演变 虽说是费尽一生珍藏的宝贝 但杨老先生却毫不吝啬地 将全部的教科书捐给国家图书馆 我还没真正捐给国家图书馆之前 已经有好几间 大学 文化团体 一些机构来找我 希望我能够捐给他们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我收了多少 他只知道我收了一部分的教科书 可是我可以说是很认真的 而且很有程序的 次序的来收这个教科书 每套教科书我都尽量大到完美 读书 爱书 藏书 杨善才与书为伴 以书会友 他将收藏到华文书籍与大众分享 希望更多人通过阅读 中文也好 研究也好 中文也好 我记得是每一种文化 历史 都有差异的价值 今天的诗城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城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